传载自百教号作者,乌霞小徒说,体育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,有两大遗憾,一是被继续厚望的丁俊辉,再次被老鹰霍金斯党与决赛门外,而是CCTV5受高人指点,能掐会算,又渐渐知名,并不看豪丁丁的夺冠之路。 鼓在网界直播的基础上,突目其来,猝不及防,首度为在一连下或高贵的央视平台进行直播,让人颇感意外。 其实,丁丁在与霍金斯对决之前,众球迷无不瞧手期盼,期待于8月8日处为人父的丁丁。 倾心弱的双肩,鼓起勇敢而坚强的心,想起2007年温布利大师赛决赛中,丁丁被如日中间的火老师奥沙利文学习并找不找本,以三笔诗打败特班,笔诗那个泪眼婆娑,心脏泼小,自怨自艺的19岁神童,至今让球迷刻骨铭心。 记忆犹新,或许,也不再是2018年5月1日克鲁丝堡市井在上,丁丁在前程大好,一片光明,顶峰在望的情况下,其实,预言人生至大满贯梦想和其难,似乎难遇上今天,四分之一决赛,就是不吭不哈,不苟言笑,刀藏心中的老银霍金斯,一上场便是弱破竹。 风卷残云,容不得丁丁或球迷再三思凉,全场下来,丁丁尚未找着手感,便以五点十三分大分叉赋予于老货,事件三一幕,丁丁或许久经沙场,泪水不再那么不略价,但内心其实早已翻江倒海,亦是五味杂沉,且高山扬直。 但场外对丁丁关心有加,亦是亦有的火箭奥沙利文,目睹丁丁云端跌落的景况,爱之欲见,恨之有加,并路不可遏,直言其是一顶未经风雨的软帐篷。 其俗称由此而来,人生之二世,明智胜利在眼前,却眼睁睁看着他溜走。 或许那座不可逾越的高山,亦在脚下,却亦在踏空,本届上海大失赛,丁丁还是不得其法,最后的霸决赛中,在欲生之相克,霍命中带来的老鹰霍金斯,虽未一边倒,但在下半场已就比其领先手握在点的情况下,在被死角蛮缠缠的霍金斯反败为胜,一场抬经准进攻剑场,临反三局,终以十比九七千一千送定了。 丁丁回家外满,爱女千金,虽然在后丁丁自我侨侃,自嘲并不在意本场胜负,比这场球打个烂的比赛,多的是,但谁能解其意,无从得知,决赛最终在霍兴奥沙利文和霍金斯之间展开,但霍兴球技的性超然,精,准,狠的球技,可谓露火纯青,是上第一人,无出其二, 就连台球皇帝康德利不得不择折称赞,并惊奇不已,是的,不怕火箭球技多高,就怕他认真,他一认真起来,绝对是灵改爆棚,手印一千度,见谁灭谁,不幸的是,老鹰霍金斯撞上来了, 其实,火箭最想碰之人,并非老鹰,而是丁丁,其原因之一,老鹰与支队垒战绩,二负十一胜,高低优劣,立马奔出,无需引进制点, 其实,赛场上的奥沙利文,在上半场四比肉落后的情况下,后城发力,于下半场突然大爆发,开场连班四局,比分来到八比肉,或许此时老鹰如梦初醒,再也不能这样活,扳回一局,双方战成八比七,接下来,还是火老师,凭借火热手感,在下二城,首度拿到赛点,可老鹰不干了, 再次扳回两局,双方比分来到十比九,接下来的比赛,奥沙利文拒绝丁丁的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,出球潇洒,首级赶落,最终以十一比九展落老鹰霍金斯,事已至此,上海大师赛落下帷幕,冠军被奥水利文请起,更是创下三十创办以来的三冠历史记录,至于丁丁,被火箭奥沙利文, 成为风吹即倒的软帐篷,或许其软无比,或许烂泥浮不上墙,或许朽木不可雕,总之众书纷云,不知何时还能再度崛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